今天要介紹的是2014年蒼穹之戰神的SLO 這台是24V的 所以機台需要安裝併壓器 才能送電到我們台灣的110的古特 首先找到機台裡面會有附一條機台的電線 那這台電線的話是不能直接插在我們家裡的家用電 它是需要透過冰壓器 這裡有背著24V 是有防呆的 只能一個方向進去 背後插好了以後呢 這條電線的插頭再插到我們的冰壓器上 插到我們這顆冰壓器 這顆冰壓器的電線呢 才是插我們的家用電 插好了以後 接下來可以拿到的 軟把鑰匙跟設定鑰匙 各一支 首先 先來設定變更 這台的設定變更的按鈕 都在 這個 馬達的左手邊 左下角方向 首先插入設定鑰匙 關機的情況下插入設定鑰匙 在OFF的地方 轉成ON 接下來 開機的動作 外面的話這邊就會出現 設定變更中 它的設定變更的數字碼在這裡 我們按了這個 設定 設定鈕 它就會變 阿拉伯數字 假設我們現在想要設定6好了 再按一次 目前是設定6了 好了以後 在外面的搖桿 打幾下 這裡設定變更的 阿拉伯數字 斷數呢 就會歸零 這樣就設定完成了 再把鑰匙拔出來 轉成OFF 拔出來即可了 這就是設定變更 這台是有加裝開分卡 開分器的 所以呢 在側邊這邊就可以 直接開分 然後這邊 可以直接 送分上去 這樣就有分數了 門關緊了以後 自然就 有聲音 那這一個呢 是它的義務 就是 重點的話會有珠子在這邊跑 這台是有加裝自動卡的 那自動卡部分的話就是 壓了分以後 搖桿 往下按3秒 1秒 2秒 3秒 燈跳了一下以後 它就會自動停止 當你開排的時候呢 想要解除掉這個 自動轉的話 這邊按一下它就 我們就要自己瞄壓了 然後當你沒開排的話 這邊 按鈕按了以後呢 這邊是可以調音量的 它是用搖桿左右 好 確定好了以後 再進去 確定好了以後再按這個 這樣就確定好了 好 以上就是 2014年的 蒼穹之戰神 設定變更 一經安裝說明